沿見北韓軍事實力 日漸強大 讓選戰期間 打算推出新版陽光政策 以柔克綱的文在寅也擔憂 透過和外媒的專訪時間 呼籲中國大陸該是時候 出手關關北韓了 文在寅推測 北韓在不久的將來 就能夠把核彈頭 送上洲際導彈 而且還有機會打擊美國本土 這不僅讓韓國總統 文在寅忙刺在背 就連美國也已經冷漢直流 在中美外交安全對話的高層會議上 國務卿提勒森 就已經當著中方代表面 強調再強調 不過當時中方代表冷淡回應 讓提勒森認為雙方會談沒有共識 中方一直在為推動解決半導核問題 進行不懈努力 始終發揮了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 中方表態持續努力中 但講著講著還是從國安講到了經濟思路 雖然韓國總統文在寅後來緩家知道中國有在拼 但還得加把勁 眼睛北韓進行第六次核事 猶如不定時炸彈隨時都會引爆 文在寅透過隔空對話 以及遠渡重陽討救兵 是否真的把北韓包圍 逼金正恩走上談判桌 就看中國是否有心幫忙解決問題 郭鑼欣 特別